等於他到前方休息15分鐘 畢業點五威脅大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通過EUA緊急使用授權後 指揮中心火速決定施打對象 9月底先到貨200萬劑 第一階段優先讓重症高風險族群 當追加劑施打 第二階段才按順序開放其他類 我們的病疫病毒出現的速度非常快 每三到六個月它就會出現一個病疫病毒 你如果把這個次世代疫苗太晚打的話 就失去了它的效果 接種間隔大幅縮短 要趕上病毒變異速度 第一階段678萬人符合資格 還加碼開放12到17歲青少年 可以接種Novavax 當二三劑間隔至少四周可以混打 青少年目前有三種疫苗能選 陷入疫苗猶豫 專家這樣建議 以前他打過RNA疫苗 曾經發生過嚴正反應的話 他打蛋白疫苗 他的副作用可能的顧慮就會比較少 世界衛生組織他甚至建議說 那個混打疫苗一般來講 他的效果好像比較好一點 但即便有示威背書國內疫苗接種率 隨疫情趨緩跟著低迷 次世代疫苗 開打能再帶起一波打氣嗎 太早打完了五六個月之後 那可能你的保護力整個都退 這個時候你就是趕快需要說 那次世代疫苗的施打 然後尤其是你有出國的需求 催促施打率 醫師建議需出國者和早打完 二三劑者可以接種 長者搭配打疫苗送快篩 讓免疫防火牆再往上蓋 即使我連續旅誌 怎麼到